好 歡迎回到我們高雄的現場 我們為你邀請到 國民黨的新生代李明璇 還有潘德漢 兩位觀眾好 妳好 大家好 大家早呼 大家好 李明璇跟德漢 我們請教一下 這個市長在剛才專訪的時候 有提出一個構想 說他認為說 如果假設他當選總統的話 他可以不只在高雄上班 他可以到任何一個縣市 如果有需求的話 也許一個月 兩個月 他可以有一個行動辦公室的概念 你們聽到的時候 覺得這個構想如何 我覺得還滿好的 因為現在就是光是我們 就是自己在工作的話 其實都是行動辦公室的一個時代 我不覺得說韓市長 如果當上市長 一定要固定在辦公室裡面 而且他的外務行程這麼多 各地都在跑 每天都有行程 東部西部 然後南部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行動辦公室這件事情 本來就是一個 還滿好的一個想法 而且就是對我們這樣看下來來講 我會認為說 台灣其實是一個 雙手掌制的一個國家 那本來就是整個行政 整個行政的最高的首長 應該叫做行政院長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總統他其實 你不管是之前的馬英九 陳水扁 包括現在的小英總統 他們應該到全台灣從北到南 都一定會到處跑 所以只要行政院長 跟各個部會的首長 還有各個部會的幕僚 我們都覺得說 他們都有在崗位上 這對總統在哪邊辦公室 我覺得其實沒有這麼大的影響 而且你看看 我們現在是因為說是 韓市長有提出了這樣的意見 但是你用這樣放在美國來看 美國總統無論到哪邊那個地方 就是總統辦公室 例如美國總統他今天去空軍一號 他今天如果到了直升機上 那個就是叫Marine One 美國總統他不會因為說 他只是待在白宮 那個白宮才會叫做 是總統辦公室 他是在哪邊都可以辦公 而且我覺得是現在的科技 這麼的進步 我認為說如果假使有一天 無論是不是韓市長他真的 如果當上總統 或是說其他的總統候選人 也都能選上中華民國總統的話 我覺得他已經丟錯了這個議題 就是他強調說 總統不覺得只是待在台北而已 應該說整個台灣都要去走 而且就是我覺得很有趣是 韓市長他在前天就是有講到說 總統府在南部有辦公室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也才突然想到說 對 真的有 其實沒有多少高雄人知道 有這個南部辦公室 也沒有去過吧 對 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們知道只用過一次嗎 我知道 知道只用過一次 就是開幕那一天 對 所以可以知道說 那個時候蔡英文總統 把這個辦公室設在高雄 設立了之後只用了一次 那開幕室的時候讓大家知道說 我之前選總統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 我有把高雄放在就是我的計畫當中 我只能看中南部都 畢竟我民進黨是從南部起家的 但是為什麼之後就沒有下落了呢 就可以知道說這個是在 每次選舉的時候都要被拿出來的 一個空白的支票 跟大家說其實南部人 我們都有重視 但是其實根本就沒有 接下來的那個計畫 所以我覺得 韓市長在這個時候提出來 就我對他的一個認識 他並不是說今天神來一筆 他覺得說我今天感覺到了 然後我覺得今天是為了一個 就是討好大家 而這樣說 而是他自己的個性就是 他必須要這麼做 他是一個說到做到的人 就我對他認識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不管他提出來說 行動辦公室的概念 還是說就是以後他應該要怎麼樣 就是他現在都是一個假設性的問題 因為老實講 他根本就沒有把就是當中 要去選總統這個事情 擺在他的規劃 可是我跟他在聊天的時候 他已經不斷的在講說 我真的沒有想要去選總統 但是現在情勢 已經到現在這個樣子 對 就是我覺得說 市長會提出來 行動辦公室的概念 他的重要的就是說 讓大家知道 他是跟高雄市民是站在一起的 他的心都是有高雄市民的 對 剩下的其他部分 我相信他到現在 我講實話 我對他的觀察 我覺得他沒有想這麼多 可是現在這個國民黨 已經通過了這個2020 總統初選的特別提名辦法 那其中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一些細則 就是所謂的報這個作業費500萬 這個500萬到底要怎麼繳 怎麼募款 然後以及說這個 還有這個國政院警發表會 那會不會希望說 市長也可以參加 你覺得這些錢怎麼繳 證監會要不要參加 你有什麼樣的看法嗎 這個我來講好了 我先講我的想法 因為我覺得 就是這不是韓市長 就是他會去想的事情 因為我剛剛講過 這不是他的就是規劃 這反而是我們所有 支持韓國瑜市長 那支持他要去選總統的人 應該要替他去煩惱 然後替他去想的一件事情 那現在是有中常委 就是可能他們可以提出說 幫他募款 然後或者是說 可能在臉書的那個粉專 韓國瑜後援會當中 那支持他的一些粉絲們 可以自動發起為他募款 因為我覺得韓市長不太可能 就是因為他現在市長已經忙到 就是他覺得500萬這個什麼 登記費 這不是他去想的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都是 就回到我剛剛要說的 就是我們所有支持他的人 要去替他去解決這個 500塊登記費用的問題 對啊 他不會去做 其實就因為我們兩個都黨代表 就我們的看法而言 我真的覺得說 今天也很開心 所有的中常委 就已經讓所有的 所有的總統的參選人們 都在台面上了 都已經上舞台了 就是跟韓市長之前講的一樣 每個模特兒都已經上舞台 大家就直接來比 然後來看說到底哪一個 是真的能代表國民黨 去打2020 而且真的能代表國民黨 能為了中華民國 去拿下這一席的總統 而且韓市長 其實我們認識他一直以來 他都不是一個 他都不是一個 會為了自己的權利 或是為了自己的位置 來去做思考的一個人 如果你們覺得韓市長 現在很多人攻擊韓市長說 他就是想選總統 但是如果你們用這樣的 用這樣的邏輯去想的話 那他去年跟前年 也不會接高雄市的黨部主委 他甚至也不可能去選 高雄市的市長 但是一個非常綠的地方 為什麼韓國瑜市長都敢來一戰 我們都覺得說國民黨人 在思考總統候選人的 這一個關鍵性議題的時候 一定要去思考看看 韓國瑜市長從前年 從去年是怎麼幫國民黨 把高雄整個翻轉的 我覺得這是所有人 都一定要去悶心自問說 韓國瑜應該幫國民黨 做了多少的事 那他到底是不是 現在有的人說所謂的韓黑 那所謂的韓黑 或者是有的所謂的1450 他們想要去黑韓國瑜 然後來當假韓粉這些議題 所以我們會認為 如果今天中常會都已經通過了 那是不是所有支持韓國瑜 要選總統的所有的力量 都應該去幫韓國瑜市長 來完成這樣的任務 就是今天你說500萬的代繳費 或者是任何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啦 我自己覺得依照韓國瑜市長 現在旁邊那麼多的支持者 來看的話 500萬的登記費 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而且我們 100塊 500塊之類的 應該很快小的木盤就會飽了 對 而且我們真的還是希望 我們兩個都是國民黨黨代表 我們真的還是希望 國民黨大家好好的坐下來 去談一談 我們要推出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不要因為說民進黨 拿了一把刀在砍國民黨 那自己的人拿了刀之後 還往自己人的身上去捅 這是我們基層的黨代表 我們非常非常不願意看到的 而且其實非常的痛心 像我們在高雄基層的聲音 真的都覺得 韓國瑜市長如果去選總統 這對高雄人來講 其實是很開心的 這真的是很開心 如果我們今天換在 民進黨的角度來講 你有一個縣市首長 你有本錢 有實力 有現在的民調 來去當總統 這對民進黨 整個黨來講都覺得說 你很厲害 我們整個黨應該要挺你 而且不會說是在背後 或是彼此的支持者 在底下在互相在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們 最大的想法 我覺得大家不要 我覺得不要中了 敵對陣營的計 好 這是來自在地最年輕 和國民黨最基層的聲音 以上是我們現場 在高雄最新的情況 我們休息片刻